那下面的派出所所长却是公然挑战法律底线 伙同当地的地痞流氓轮间了一位内蒙古女孩 该女孩及家人屡次报案 不但不涉案调查 还多方刁难 甚至还遭遇过数次死亡的威胁 发帖人自称李洪娜 24岁 内蒙古人 目前在盘锦是一家百货公司打工 发帖人称 2010年12月10号 被同事骗至一陌生男子家中 随后遭到多名男子殴打强奸 并被迫吸食冰毒 参与对自己实施暴行的 有当地油田公安局某派出所所长 发帖人称 事发次日去当地派出所报案 之后就遭遇包括办案民警在内的多方刁难 甚至有几次遭到死亡威胁 因此上网发帖求助 盘锦市公安局昨晚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 称关于李洪娜在网络上所反映的情况 已经在第一时间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调查核实 称调查整个事件需要一些时间 请网友们耐心等待 我们将会对事件的详细情况 在调查结束的第一时间公布于众 还大家一个真实 这让我有点疑惑 被盘锦派出所所长强奸 盘锦公安局调查 这派出所和公安局是什么关系 一个堂堂的派出所所长 应该是那种除暴安良 保护广大老百姓生命安危的带头人 如今却跟地痞流氓没什么区别 更可恶的是 站着自己有些小权 就关关相互 在这两年的岁月里 不敢想象受害者及其家人 承受着多少的苦难和折磨 如今事情败露 上级部门就不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别让社会公共安全 民生疾苦 全靠大众舆论来保证和监督